第十五课 纸上谈兵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老板派咱儿子去完成这次的任务不是好事吗? 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 儿子的毛病是只会讲大道理缺乏实际锻炼 如果让他去芭城会把事情弄糟 对于儿子去完成这次任务 父亲的态度是什么? 二 你为什么不想去幼儿园呢? 小朋友们骂我是胆小鬼不跟我玩 女孩为什么不愿意去幼儿园? 三 这次夏令营是一个挑战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独立了 您放心吧 我一定没问题 它们最可能是什么关系? 四 今天的会议有什么重要内容? 我跟你一样 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 女呆是什么意思? 五 这孩子整天这么没脑子 以后可怎么办呢? 没关系 长大了慢慢就会懂事了 女的觉得孩子怎么样? 六 战国时期 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其实哪个时代都一样 那时候人才也是关键 女的想说明什么? 第二部分 第七到十四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七题 七 老王不在你们公司工作了吗? 他被派到上海分公司去任总经理了 原来是升官了呀 是啊 干了这么多年也该轮到他了 关于老王可以知道什么? 八 太倒霉了 这次真是上了个大档 之前我就再三地阻止你 你不听我的 能怪谁呢? 是啊 早知道听你的就好了 现在后悔也晚了 男的怎么了? 九 我们为什么不主动去跟他们竞争呢? 现在的形式是敌强我弱 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守阵地 我觉得你太小心谨慎了 谨慎总比冒险好 男的是什么意思? 十 为什么每次老张骂你 你都不出声 我懒得跟他吵 什么懒得跟他吵? 我看你明明是吵不过他 他年纪比我大 资历比我老 我当然只能让着他了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第十一到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昨天你不是说先等等 看看对方的反应怎么样吗? 我又想了想 觉得这件事迟早是要解决的 还不如先拿出一个 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方案 你这主意改得可真快 别说这么多了 还是快想办法吧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呢 现在我们完全不了解 对方的情况 怎么拿方案呢? 这不是纸上谈兵吗? 十一 男的原来的想法是什么? 十二 女的是什么意思? 女的是什么意思? 第十三到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些中国人言必称汉唐 因为汉朝和唐朝 确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 最值得骄傲的两个朝代 经济条件好 军事力量强 不过仔细想一想 其实这两代 也并不是从头到尾都繁荣富强 汉朝最值得称赞的 主要是汉高祖以后的一百多年 代表人物是汉文帝和汉武帝 唐朝也一样 总共约三百年江山 最令后人怀念的 大概也只有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和唐玄宗的开源之治两段时间 十三 说话人认为 汉朝和唐朝怎么样? 十四 根据这段话 下列哪项正确? 请不吝点赞的